缅北局势有反转了,缅军大局反扑,三路出击,重武器出场,同盟军前线告急,谁胜谁负,马上见分响。 中国全力维护,边境稳定,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美媒却又泼来一盆脏水。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让我们共同追寻,感谢订阅。 缅北之战,西方的关注点天了。 西方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会趁缅甸内战之际禁军印度洋,而缅甸境内盛行的毒品、电信诈骗、在线赌博等对中国人造成的严重伤害却被忽视,自时27巨峰行动爆发以来。 包括美联社在内的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中国与缅甸同盟军之间的特殊关系。 最近,美联社引用了一位缅甸第99清步兵师上尉的话,描述了善邦发生的战争的残酷性。 他说,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战争,部队进入战争位置后,周围一片混乱,枪炮声和不明攻击随处可见。 不幸的是,他们的指挥官在一次战斗中阵亡,可以想象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普通士兵的命运如何。 据美联社透露,这位接受过电话采访的缅甸士兵随后再一次战斗中被同盟军的榴弹打死。 尽管他当时非常机智,一度躲进了一人高的草丛中,缅甸战事之激烈,战争结局之残酷,如此可见一斑。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要订阅它,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接着往下看吧。 对于敏昂来政府而言,由三兄弟联盟,国杆同盟军,德昂解放军,若开军,发起的叛国行动是其无法容忍的,一旦缅军无法及时进行清剿,那么这将意味着敏昂来政府的政权将快速垮台,届时反对党必定会一并清算他的新旧仇恨。 美联社提醒读者注意,在昂山素季执政缅甸期间,他曾秘密组织一支保卫力量,然而,由于2021年2月1日的兵变事件,免昂来上台,这支力量被打散打残,出人意料的是,在潜伏两年之后,这支力量竟然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 一支的是,克伦尼族国防军打着消灭电炸的名义,开始集结重兵打击缅军位于磊固的军事堡垒和庙瓦底KK圆区。 克伦尼族国防军的行动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他们的活动范畴历仅限于克一邦,但此次却以消灭电炸的名义,集结重兵打击缅军位于磊固的军事堡垒和庙瓦底KK圆区。 这种行为极为罕见。 一方面,这种跨区域的行动显示了克伦尼族国防军的强大组织能力和决心,他们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碍,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显示了他们在军事上的实力和战略眼光。 另一方面,这种行动也暴露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企图,通过打击缅军位于磊固的军事堡垒和庙瓦底KK圆区。 他们实际上是在向缅甸政府和军方发起挑战,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引发政府军的反击,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政治纷争和冲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克伦尼族国防军此次行动的背景也值得关注。 近年来,缅甸境内的电炸活动日益猖獗,给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 因此,克伦尼族国防军以消灭电炸的名义进行军事行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支持。 然而,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仍需进行深入探讨。 尽管打击电炸活动是必要的,但采取军事手段是否合适,是否有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和伤亡,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克伦尼族国防军的此次行动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 涉及到军事、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缅军三路出击,同盟军颓势一线。 十、二十七飓风行动无疑给缅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缅甸陷入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个行动不仅暴露了缅甸内部深藏的矛盾和冲突,也引发了外界对缅甸政治局势的广泛关注。 首先,这个行动揭示了缅甸来政府在处理与民地舞矛盾方面的问题。 如果缅甸来不能妥善处理好与民地舞的关系,缅甸很可能会陷入分裂。 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将对缅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削弱。 其次,缅甸来政府对国感同盟军的优先剿灭、行动和引入域外大国的介入,显示了他在应对当前危机方面的策略和决心。 他可能认为,只有通过强大的军事手段和外部力量的支持,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挑战和危机。 然而,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风险。 一方面,过度的军事行动和外部势力的介入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缅甸的分裂和冲突,使局势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和干预,进一步复杂化缅甸的国际关系和地位。 缅军开始三路出击,同盟军显现颓势。 在老街的方向,国杆同盟军集结了数千人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将老街紧紧围住。 他们英勇地逼近大水塘和老鼠沟,显示出强烈的攻势。 然而,由于兵力和火力上的劣势,他们在面对白锁城部和缅军构建的坚不可摧的防线时,始终无法突破前进一步。 缅军的战机和导弹如影随形。 在得知同盟军的实力和部署之后,他们呼啸着冲向目标,炮火轰鸣,硝烟弥漫,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人窒息。 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同盟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缅军则竭尽全力要粉碎他们的攻势。 木解方向,同盟军对木解105马地区进行了急火攻击,甚至一度占据了南侃等战略要地,奈何缺乏防空武器,无法对重要城市发起攻坚行动,往往刚拿下阵地,随即迎来缅军铺天盖地的炮火覆盖。 同盟军为幸免遭受重大伤亡,不得不炸断桥梁,与局部进行战力收缩,那须战争进行得极为惨烈。 据悉,出免巴士巴士赶来增援那须外,明来还出动了内卫部队,以期在那须地区将同盟军包饺子,同盟军兵力不过数千人,除了分兵把守占据的180个大小据点外, 还得集中一步于多个方向发起攻城战争,其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若没有其他力量帮衬同盟军的话,料想同盟军难以坚守太长时间,尽管在过去三十多天的战争中,同盟军表现十分出彩,甚至帮助中国救助了数万中国公民。 不干预他国内政,但中国全力维护边境稳定,是非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同盟军于前方浴血作战,美联社则在背后使劲重伤中国和同盟军,目的是拉中国下水。 按照美联社的意思,中国支持同盟军发动了飓风行动,中方扮演了关键角色,美联社甚至公开喊话,要求北京介入事端,最好敦促同盟军不要轻举妄动,中国是受害者,反倒要为缅甸内战背锅,佩服西方打的一手好牌。 对此只想说,美国等域外国家将事情想得太完美了。 他们忽略了中国保护包拨和再免中国公民的强大意志,中国国防部已经发话,称尊重缅甸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时要求对战方立刻指战弹劾,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中方将全力保证重缅边界稳定。 中方不便出手,但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作为。 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边境的稳定,中方要求对战双方立即停止战斗,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中方将全力保证中缅边界的安全与稳定。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不要介入缅甸内政。 不要给中国制造麻烦,同时,我们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过激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以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美国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在缅甸还能加开一局吗? 岂不闻好战必威这一道理,况且美国并未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强大,连俄罗斯都降服不了,还想着给工业大国制造麻烦,拜登真的飘到天上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